最新的预测是二到四个的台风 是几率比较高 所以他预报的几率部分 是有正常偏少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台风季即将到来 气象署公布今年展望 相比过去临近台湾台风各数 平均以三到五个台风几率最高 今年台风正常偏少 而今年可能是反胜英年 根据过往统计台风生成位置 可能较接近台湾 但相对的强度也可能没这么强 通常如果台风生成位置是比较靠近我们 因为它可能很快就会碰到陆地 或不利于它发展的海域 那可能它发展的强度就会比较受限 统计来看今年台风季预估 温度偏高到正常 雨量正常偏少 台风数量也是正常偏少 而未来7到9月台湾气温 则是偏高到正常热翻天 现在才早上9点多而已 全台就休寒急 有专家就分析主要原因是因为 热倒效应 以及太平洋高压牺牲笼罩 等五大因素 都可能是一早就热翻天原因 周二气象鼠持续针对多个县市 发布高温警讯 尤其云林亮起红色灯号 代表有连续出现38度高温几率 从近期来看 云林也确实已经四天出现极端高温 不过周一周二太平洋高压稍微减弱 午后雷震雨明显 甚至中部以北各地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几率 但明明下雨了为何感觉还是闷热 南方来的水汽夹带的比较丰沛的水汽 那这样子的话即使不管下雨了以后 可能还是觉得很潮湿很闷热 台电也统计历年尖峰用电 周一用电达4054万千瓦 创下史上第四高 本月21号也达第三高 但过往负载旺季大多在7月 今年3月就有三天进入前20大 可见天气多热 也让宫殿进入备战状态 TVBS新闻晚上张慧先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